8月21日消息,在今晚举行的印尼亚运会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中,中国游泳队对长孙杨,一三分四十二秒九十二,创造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,夺得个人本届第三金。 值得一提的是,围绕孙良三天的穿衣门事件,今晚随着孙良正经穿上安踏领奖扶领奖,终于画上句号,孙良身穿安踏领奖扶领奖,从8月19日到8月21日晚上,孙良三天拿了三个冠军,也是,以三种姿态参加了颁奖。 8月19日晚,孙良和队友季辛杰,夺得男子二百米自由泳的冠军和继军,随后的颁奖仪式上,孙良却穿上了个人赞助商,三六一的全黄色外套。 按照中国代表团的规定,运动员参加颁奖仪式,需要统一穿着安踏领奖扶,身穿三六一,因此在领奖台上,他与季辛杰的两套不同装备,也成为了赛后热议的话题。 孙良也为此遭到不少质疑,认为他没有契约精神,应该尊重中国代表团的契约赞助商。 与季辛杰两套装备孙良聚穿安踏领奖扶,也引起了国内第一大运动品牌安踏的强烈不满。 8月20日下午,安踏发表声明,按契约要求和国家代表队统一评向的要求,运动员在登上领奖台时,必须统一着装挂帮领奖扶。 一件领奖扶,不只是运动员成绩卓越的象征,更是一个国家的声誉,形象和公信力的代表,统一国家的运动员身着不同的领奖扶登台,在世界体育史上史无前例。 对于中国的国,家形象和规则的尊重有重大影响,个人利益绝不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。 于是,在安踏施压后,8月20日晚,孙杨男子80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7分48秒30秒的成绩获得金牌。 在后颁奖时,孙杨这次穿上了安踏领奖服。 但是披上国旗盖住,孙杨而且用小红旗挡了胸前赞助商标志,这让安踏仍然感到很不满意。 今晚400米自由泳再次夺冠后,孙杨这次正正经经的穿上了安踏领奖服。 可以看到胸前明显的安踏标志,没有在做遮挡。 不过孙杨手中拿着一面五星红旗,站上领奖台接受颁奖后,他战胜了正面国旗。 随后他接过一名阿远贵吉祥物,有意无意的挡住胸前的安踏标志。 不过这个举动已经无伤大雅了,也意味着中国代表团安踏、孙杨包括361达成了一致。 如果没有意外,两天之后的1500米自由泳决赛,孙杨在夺冠,也还是会采取类似今晚的领奖方式。 经过艰苦的努力,安踏终于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真不容易。